东汉末年,天下大乱,这一时期大大小小的人物,都想在这乱世之中争夺一席之地,毕竟在这个时代,一切皆有可能,在那个时代,涌现出了不少英雄人物,他们大多有着坎坷的经历,甚至成为孤儿,命运悲惨,三国时期就有这样一个人。 点击订阅爱观历史,请到深处加个关注。他的名字叫秦朗,父亲叫秦怡露,是吕布手下的战将,在三国诸多的将领之中,秦怡露的为人可谓是十分懦弱,见利妄议,与三姓加奴的吕布相得益彰,有意思的是,秦怡露却有一个很漂亮的老婆。 她的名字叫什么不清楚,只是人称杜夫人,杜夫人出身普通,但是生得倾国倾城,是难得一见的人间角色。 嫁给秦怡露后,她作为妻子也比较的贤惠,雅人婚后恩爱有加,还生下了一个儿子,取名为秦朗,不过,这样美好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,悲剧则是从曹操攻打吕布开始的。 当时,吕布已经迎来的人生的晚年,她再也不是万人敌了,在与曹操实力悬殊的情况下,吕布就派遣秦怡露去袁树那里搬救兵,袁树为了拉拢吕布的大将,就用联姻的方法把汉氏宗亲的女儿嫁给了秦怡露。 秦怡露也是一个好色之徒,奸诈之辈,她若是娶了袁树推荐的女人,就能得到她的支持,对自己事业的发展也很有帮助。 于是,她便同意了这门亲事,可笑的是,吕布让秦怡露搬救兵的事情被她忘得一干二净,同时,杜夫人也被她抛弃在了下批城中。 城破,不仅吕布被曹操抓了,就连杜夫人也不例外。 在曹操和关羽一起攻打吕布之前,关羽向曹操提出了一个要求,她说希望破城之后能将杜夫人赏给她。 曹操听到后,认为赏赐一个女人就能得到关羽的忠心,还是十分值得的,就同意了。 城破之后,关羽又向曹操提及了此事,结果这让曹操十分好奇,想看看什么样的女人能得到关羽如此青睐。 就这样,曹操便去见了杜夫人,结果是一眼万年。 见到杜夫人之后,曹操直接就爱上了她,身世不顾对关羽的诺言,把杜夫人留在自己身边。 关羽得知此事虽然很愤怒,但因为曹操势力太大,她也无可奈何。 根据一些野史的记载,关羽对此事非常记恨,有一次曹操与刘备进行围猎时, 关羽就想要趁着人少杀了她,但最后却被刘备阻止了,毕竟人在屋檐下,怎能不低头。 曹操把杜夫人接到自己身边之后,秦朗也就跟着入了曹府,曹操对这个养子也比较的好, 甚至还将她视为亲儿子看待,这一点不得不说曹操做得很不错。 面对这种情况,秦朗的亲生父亲秦一路做了什么? 他十分没有骨气,妻子被人霸占,正常人应该是十分生气的, 虽然他已另取,但他的表现却很让人不齿。 曹操打败袁术后,秦一路便投降了曹操,还在他的手下围观,对妻子。 儿子被霸占之事,一点都不介意。 我们都知道,张飞是急性子,他最看不起秦一路这类人。 离开曹操的时候,张飞便带着秦一路走了,但在半路,秦一路却想要回去。 张飞看不上秦一路的为人,一怒之下便将其杀害了,结束了他没有血性的一生。 秦一路死了,但是他的儿子与妻子还得需要活着,秦朗本来就和亲生父亲没有什么感情。 父亲虽死,但他却没有过多的伤心,而是在曹府靠自己的智慧努力生活着。 之后,他如同一只狡猾的狐狸,开始逐渐接近曹操的儿子,曹瑞,然后在226年。 曹瑞即位,成为了洛阳的皇帝。 曹瑞即位后不久,仙卑族开始在边界地区作乱,为了稳定政权,曹瑞派出了自己的老朋友,秦朗,去平定骚乱。 秦朗燃烧着战斗的热情,他看到了这个机会,他想要趁机出人头地,成为大家都主目的英雄,让他更加欣喜的是,曹瑞还承诺,如果他此次胜利回来,就会将他封为大将军。 当他站在广阔的战场上时,他虽然是首次作为指挥官,但他并不感到恐慌,他带领着军队,英勇战斗,他甚至使用了一些巧妙的策略,成功击退了敌人的铁骑。 当他返回朝廷时,所有的大臣都向他致敬,他们赞美他年轻而有为,曹瑞也履行了他的承诺,从此以后,秦朗成为了魏国的一代名将,他的名字在人们口中传唱,与此同时,他对未来充满期待,希望能在战场上赢得更大的荣耀,实现他的梦想。 234年,蜀汉丞相诸葛亮率领大军进攻曹魏的梅线,这次进攻让曹瑞深感忧虑,他意识到自己需要强有力的支援来抵御蜀汉的攻势。 曹瑞派遣秦朗率领两万兵力,前往支援曹魏的大都督司马懿,共同抵御诸葛亮的进攻。 秦朗在战场上展现出出色的指挥才能和勇敢的战斗精神,与蜀汉军队对峙了一百多天。 最终,由于诸葛亮病逝,蜀汉诸将撤退。 秦朗与司马懿成功地抵挡住了蜀汉的进攻,保卫了梅线的安全。 238年冬12月,曹瑞的病情愈发严重,不得不做出决定辅政的抉择。 在这个关键时刻,刘放、孙姿等人掌握了国家基要,成为实际上的掌权者。 然而,夏侯县和曹赵却心怀不满,对刘放和孙姿的掌权感到不满。 店中的一幕让夏侯县和曹赵的不满情绪愈发显露。 一只鸡飞上了树,夏侯县和曹赵相互说,这也太久了,看他们还能活几天。 这番言论,暗指曹瑞的病情无法挽回,他们期待曹瑞早日离世,以便他们能够掌握更多的权力。 刘放和孙姿为了防止后患,决定私下离见曹瑞,推荐曹爽担任大将军,与司马懿共同辅政。 他们认为曹爽和司马懿更加容易掌控,而秦朗等人则被免去了官职,无法进入宫省。 在他们离开宫廷的那一刻,秦朗等人不禁流泪而出,他们曾为朝廷尽心尽力,但如今却被迫离开政治舞台。 秦朗作为曹瑞的重要将领,他的政治生涯充满了显著的成就和独特的贡献。 秦朗的经历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故事,他的成就彰显了毅力和勇气的力量。 他的人生轨迹教会我们,即使在面临极大困境和挑战时,也不能放弃,不能自我怀疑,而应勇敢地直面困难,坚持不懈地努力。 正如秦朗的例子所示,无论我们的境遇如何,都有可能通过不断地自我提升和坚韧不拔的奋斗,终究可以在生活的黑暗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星光,最终,我们要铭记的是,不管路途多么艰难,只要有决心,有毅力,我们都能像秦朗一样,从苦难中崛起,成为自己生命中的一代名将。 而游戏三国杀十周年,出了新疆秦朗,秦朗的技能有两个,一技能,好宠,效果是当你使用一张牌后,你可以将手牌调整至手牌上限数,最多摸五张,然后若你以此法,获得牌,令你手牌上限一,失去牌,令你手牌上限加一。 二技能仅仅每回合限一次,当你造成或受到伤害后,你可以将你的手牌上限重置为当前体力值,然后令伤害来源可以弃至至多X张牌,X为你,因此变化的手牌上限数且至少为一。 然后秦朗少气一张,你便摸一张牌,首先看秦朗两个技能的发动时机,可以明显看出来都是在回合外进行发动的,由此秦朗强度就有保底了。 结合上两个技能的效果不难看出,秦朗的最佳的运作逻辑是把不用的牌扔掉,转化成牌上限,然后从牌上限的差距中让对面弃牌,或者自己摸牌。 鉴于其弃牌数非常的不稳定,只能保底为一,所以总体上应该理解成补牌的技能。 但仅仅是每回合只能发动一次的技能,为此与其说是摸牌技能,不如说是过牌技能。 那这逻辑就像一个标匠了,没错就是孙权,无非是回合内制衡和回合外制衡的区别而已。 但秦朗的这个制衡体系,想要转起来,就必要摸牌数达到至少三。 换句话说,这要求秦朗自己必须要保持一个相对良好的状态,如果低于三血,那么效果非常差。 而秦朗自身没有相应的免伤或者回血的途径,更没有像孙上香那样脱装备带来的补偿。 一旦被针对了,无论是拆牌还是被杀都非常难受。 而且没人动他也比较白,毕竟没啥用牌能力。 综合来说,只能说在人数少的时候起到一个卡位的作用。 就我个人的经历来看其效果不如迷衡,不如霍郡,还不吃包养。 如果不是隔壁做个孙郎什么的,这武将就是个孙权。 请观看其他人的刀少许可抵抗击用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